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那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那就像我在其他的大學的演講 這個形式基本上就是兩個小時中間不休息 然後隨時大家這個出入都可以 然後大家基本上提問的話 舉手提問的還是可能會有人可以遞麥克風 舉手提問的優先順序是我在網路上提問 大家在網路上提問會決定就是我討論的話題 那大家如果希望什麼話題我先討論的話 只要把那個問題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越會跑到上面 所以好比想說我待會第一個講的很可能就是 關於假消息跟不失訊息的處理這樣子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通常我會放一個三分鐘的短片 大概解釋一下我這兩年來在行政院所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做事的一些方法 那這三分鐘的短片各位可以欣賞 也可以完全不管它 然後繼續提跟短片沒有關係的問題 這個都是非常OK的 那在中間大家及時的問題會跑在底下 所以常常也會被當作聊天室在使用 那都是正常能量釋放 請不要這個當作有任何不尋常之處 那所以我們就先放一下三分鐘的短片 然後我就回來來處理各位的問題 所以中間如果你要提問或是按讚的 現在就可以繼續提問 每一個部位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別落人 這些朋友們呢 就專門針對這些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有知道這個民眾平台的原因 其實本來歷期是維亞達人過關 整個大概一兩百萬可以去用 可以開放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有這個目境才能發揮的事情 我們跟民眾一起寫出來的東西 讓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會覺得也看到這種的努力 那我覺得整個民眾 就是有一個真相關的一個關係 請人們來自一個國家 去解釋他們的過程 對 對 Peters是非常極端的 因為 台灣的社會創新能夠著重 配紀念在於行程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中間的互信與協力 剛開始是民心的第一位女組織 我們想要用非女組織的模式 然後設立這個部分的表現公司 這個部會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的光景 讓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 前進了一個很大的 對今天我們叫做新創 做設計這些的觀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我們來努力 然後我們來追求 台灣天天的運 越來越好 儘快蓋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是想要了解 社會企業是什麼概念的民眾 我們真的是在當上之下 我們身邊的這個床 每次這麼做 公眾來高漲 那就是我們社會企業 以前不覺得政府 部門的工人好像 他們其實很長進來 現在的聲音 在上海的聲音 就接觸不到一個問題 你們的任務跟老師 是可以把這些物理的聲音 帶到什麼 他們也許做高漲的 還有一些精度 讓你們這些 運作跟這些 可以都可以把他們 做得到更多的 更多的時間 如果覺得政府 我真的蠻佑 我會覺得他不好 要來就對了 來的話 你就有辦法改善這些動作 有十九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網路上面的假消息 跟不實訊息 應該要如何處理 我們目前其實 對於網路上面的假消息 跟不實訊息 我們現在是 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 爭議訊息 就是 它不一定是惡意的 但是它可能造成危害 或者是說 它不一定是 造成危害 但是是Kuso 或者這些 其實是共同的現象 因為一個訊息 它爭議性越大 大家又會看嘛 那又會看 就又會去分享 那有的時候 因為熟悉螢幕不是很大 所以就來不及看完 未看先轉 未看先推 這都是非常常發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說 這是全球共同的現象 那這些過程裡面 其實也不只是政府部門 任何人都可能被帶風向 被吸一波風向 那這個是大家都會受到波及的事情 那所以在台灣 我們處理這個 基本上有一個最核心的原則 就是 不能夠事前審查言論 就是言論自由 有一寸不讓 這就是所謂台灣的核心價值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小時候 大概六七歲的時候 我還記得沒有言論自由的時候 台灣才解嚴沒有多久 所以 我們才剛剛開始有言論自由 所以也許兩百年以後 我們也會覺得 言論自由就是一個工具價值 但是至少在未來的一兩代裡面 言論自由是核心的價值 所以 要怎麼樣再保持言論自由的情況下 來處理不實訊息的事情 就變成我們這整個區域裡面 應該是台灣 是最有能力來做這件事情的 那所以呢在過程裡面呢 我們大概總結了兩個經驗 一個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在空間上面做平衡 像以前那種版面上的平衡報道 大概就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大家都分別戒圖嘛 分別去轉串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時間上的平衡 那從我兩年前入閣以來 各位可能有發現 這個在PTT上 我是非常容易被召喚的 非常非常的好調 那所以只要 基本上只要提到 我覺得我可以貢獻的 大概一小時不到 就會冒出來推文 那然後 但也不只PTT 在這個摩格林一啊 在這個各大新聞網的那個留言區上面啊 在各個地方 大概都有就是出摩 除了D卡 我沒有辦法投文之外 其他大概都 大概都這個 有就是 有我可以貢獻的地方 我就馬上來回應Facebook等等 那我記得我一開始這樣子回應的時候 Facebook上很多朋友就說 這一定不是真人吧 一定是網軍在操作吧 一定是小編吧 什麼之類 然後呢 他只要有人這樣子一質疑 那我就馬上 因為Facebook的留言 現在可以上傳短的那個影片嘛 所以我就馬上用我webcam 就自排一個大概十秒鐘 然後就把他的留言唸出來 然後說這個是真人這樣子 那這樣子幾次之後 大概都沒有人懷疑說 那個油膽狗狗的唐豐是我本人了 那所以 基本上這種即時的就是給一個交代 就是下面叫做踹共啊 只要有踹共的情況下 基本上謠言都還沒有什麼滋賬的空間 這個到底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你隨時都跟他保持密切的聯繫 每個禮拜可以約出來這個打球啊 看電影什麼的 你聽到關於他的謠言或八卦 你第一個反應當然不是去轉傳嘛 當然是問一下他 欸這個有人講你這樣子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這個朋友他三個月才回你一次性 然後每次回信的都是一些八卜的官樣的文章 然後呢這個你要他回應的他只回應一半 另外一半人說不是本會選擇什麼 那當然事實上這個就有非常多 可以讓人想像或者說腦補的空間 那腦補雖然是非常補嘛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了 那所以只要有腦補的空間的時候 就有虛意的這個假訊息出現的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跟各部會議 大概都是說 你碰到這個部會的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60分鐘之內就要try go 你如果60分鐘之內有出來這個給一個交代的話 那即使版面上沒有平衡 你在時間上也可以非常容易做一個平衡 那當然至少至少四五個小時之內 一個new cycle之內就要出來回應 那這樣子的好處 就是說大家在早上看到一個訊息 就會知道到中午的時候 事實上部會就已經會出來回應了 那當然呢有的時候隔著螢幕還是 就算是有這個video啊什麼 還是沒有辦法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像我的話 我就是每個禮拜三都在這附近嘛 空總嘛 就是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或者說社創中心就在經過花市旁邊 兩岸路三段99號 那所以我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都在這邊 那禮拜五也常常在這邊 禮拜二有時候是用視訊在這邊 可以說大概每周有接近一半的時間都在這邊會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下午 禮拜三下午是預約 上午是walk in 晚上可以一起吃個披薩什麼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任何人想要覺得有哪些事情 需要及時澄清的 那其實就可以直接找得到我 那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其實謠言就沒有滋長的空間 那不過這位朋友可能問的不只是關於政府的謠言嘛 現在也有很多關於食品安全的 或者是關於各種各樣子各方面的謠言 那如果大家有使用LINE這個軟體的話 我是不太用了 但是據說大家很喜歡用的話 那就是可以歡迎加這個G0V 它不是政府網站 它雖然看起來很像 但是那是一個零 就是臨時政府的真的假的這個網站 那它並不是有性別歧視 每次進來都會有一個不同的社會關係 這樣子 這個甩運不是很好 OK 那無論如何 那總之就是說 你只要把它加成一個LINE的朋友 那每次你看到一個謠言 或者一個不實訊息 然後它讓你這個 就是有轉傳的衝動 非轉傳給誰不可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著把它轉傳給機器人 那一方面這樣子謠言就不會擴散 那二方面這個機器人可以回來告訴你說 到底這個謠言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所以很推薦各位使用 很推薦各位推薦長輩使用 那因為就是說你要跟長輩說 這個你搞錯了 這個畢竟還是需要一點勇氣 那但是如果是讓長輩自己去問機器人 發現他搞錯了 這個對於這個家庭呢 就是和諧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因為有Covac 就是真的假的的這一套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跟當年垃圾詐騙邀件 就是有一個舉報嘛 舉報詐騙垃圾邀件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很精確的看到說 目前在台灣LINE上面 到底trending就是目前最紅的謠言是什麼 好比像說什麼 真的蠻多的 什麼爽身份寒至愛物 吃水果預防中風 酒族文化村門票十塊錢 左手箱有八種神奇功效 去除蔬菜農藥 之類之類這個真的還蠻 其實因為選舉結束了嘛 所以這個大部分都還是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發生什麼事情 Anyway 但總之就是說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像一條零帶就心機梗塞 對 好 那這個事實就是真的是很紅 那所以任何人他只要轉給這個Bot的話 那這個Bot就會很具體的回應說 為什麼這個是假的 那這個是大家都可以做貢獻的 這是一個群眾外包的這樣一個系統 那所以呢這樣也有個好處就是說 他就把本來是在私下流傳的這個 可能越演變 他就越驚悚的這些謠言 他每一個給了一個網址 那他只要有網址 你就可以繞著這個網址去進行討論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他有點像心靈的疫苗 因為所謂的疫苗就是 在一開始啦 就是毒性還沒有那麼強的病毒嘛 你這個看過的時候就有抗體了 以後再傳到這邊你就一笑直直 所以這個其實雖然在台灣目前只有五六萬人 在用這個Bot 那他們是擔任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去把本來在地下的東西 變成地上的這件事情 那另外還有一個公民社群的團體 叫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那他們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看 像真的假的這些 把它提到公開的地方 然後就已經這個傳得非常兇了 好比像說之前說非洲諸人會傳人呢 或者是說公投的位階高於憲法啊 等等的這些都是在真的假的上面 都已經傳得非常非常兇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真的假的這個 就是群眾的查核 有的時候呢他就會需要一些 真正的調查報道的一些工作 那這個就是TW FCC 就是台灣市查核中心做的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只是去找相對面的說法 他是真的用調查報道的方式 去詢問這個像台大受益學院的某位教授啊 去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法典啊等等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告訴你說 當你看到像說竹文會傳人的這種消息的時候 你要怎麼確認他的真實性 你就照著這些調查報道的步驟做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這整個過程是透明公開的 那他也不是任何政府震盪或者是政治人物的錢或者人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一個中心 那在這個完全獨立的中心其實全世界都有 它叫做IFCN 就是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國際事實產和網絡 那所以只要加入IFCN的成員 他就會獲得什麼呢 獲得演算法的設定權 那這個就跟我們之前的垃圾詐騙郵件一樣 就是有一個叫做spamhouse的網絡嘛 那大家只要有足夠多人舉報 比如說奈吉利亞有某個公主有什麼六千萬 然後需要你的什麼賬號什麼之類的 以前曾經很流行 我不知道各位現在還知不知道這種東西 在我那個年代非常的流行 那只要有足夠多人這個檢舉 那spamhouse就會去分析他的這個pattern 然後呢去把它放在資料庫裡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用的是一些比較大的郵件的provider 或甚至你自己要加一個郵件的provider的話 你都可以用spamhouse的這個資料 然後呢當這些信件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進垃圾郵件的這個資料夾 所以如果你時間太多還是可以點開來看 那但是它不會浪費掉大部分人大部分的時間 所以同樣的IFCN這邊查核為這個錯誤的 所有的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查核錯誤之前 在Facebook上已經有二五三八次分享了 那但是呢Facebook就答應說 事實上很多國際的大的平台 但是目前主要是Facebook有公開說過 說在明年的第一季 那只要是IFCN成員就是TFC 目前只有TFC啦 未來可能有更多 查核是錯誤的 那這樣的話在Facebook這個平台上面 它就會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說它會明確的在 就是右下角這個位置去標示說 它還有爭議訊息 然後進台灣市查核中心查核為假 那你如果按一下的話可以看到更多 那第二個是說它會調降它的在就是 臉書牆上面的能見度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除非你只有這一個朋友 那這樣你還是會看到 你如果有別的朋友的話 臉書就會給你看別的朋友的訊息 就不會看這一則訊息 那在國際上它大概是降到 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傳染力 所以意思就是說像這樣東西 就比較碰不到 但這仍然沒有很自由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網址的話 你還是看得到 你專門去那個朋友的牆上看 你還是看得到這不涉及事件審查 也沒有什麼下架的問題 這個就是純粹是靠大家自動的舉報 舉報之後進行查證 查證之後進行原善法權重的調整 那當然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IFCM 當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 這種事實查核的能力 那目前呢這個就是網路上 所謂的自律模式 去處理這些不實消息的一個方法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通常第一個問題我會講比較久 因為這樣子就比較讓大家有按讚的時間 所以果然現在就蠻多比較多讚的 對於網紅帶風向的看法 我想就是說網紅如果能夠帶風向的話 那必然是有些人他就是會看到這個情況 然後覺得他受到影響了 不然你也不會覺得是帶風向 那這個時候我跟工部門的朋友分享的 大概都是說我們絕對不要逆風的去操作 那而是說我們要乘著這個風向 然後去把各種不同風向的人 把它集合在一起 因為逆風操作 基本上它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說你會跟著這個網紅 然後這個網紅會有一群腦粉 那你可能要反過來說 說服他們去相信另外一個情況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很容易就變成 網路上馬上就變成很激化的兩派 然後再彼此貼標籤等等的 那這個並不是我們樂意看到的一個情況 我們比較樂意看到的情況是說 那有些網紅他可能是就是強調經濟的重要 有些網紅強調這個社會或者是團結的重要 有些網紅強調這個治理的重要性等等 那我們是讓所有關心同一個議題的這些朋友們 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來問說那有沒有大家共同相信的一些價值 那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講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就有一位現在已經變成網紅的朋友 叫做卓智元 那他在就是他的臉書上面 然後也在我們join的臉書平臺上面 提了一個公民提案叫做提點子 叫做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 但其實這個格式不是很符合我們所謂的提點子的格式 因為這個就不是一個點子 它就是純粹的負能量 那它的內容更是充滿負能量 我就不顯示在這邊了 那然後底下呢就有一排的留言 就是所謂帶風向嘛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朋友 留了很多憤怒的就是負能量 那去年五月一號二號的時候 留了非常非常多則 大致就是說財政部長下臺啊 官網網路關上勾結啊 然後什麼之類 有非常多的陰謀論 那只有這個不到兩成的朋友 弱弱的說我用Windows報酬好像還好啊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這樣 那所以這個確實很容易就會淹沒在這個負能量當中 那所以當時我們這一位開放政府聯絡人 剛剛影片裡面有說嘛 我們在每一個部會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們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是解釋問題 而是解決問題 那要怎麼解決問題呢 簡單來講就是會炒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而是進廚房 他要會炒的朋友進廚房 所以這位當時財政部的皮尤陽金亨 就在這個上面 直接在這個封口上面貼了一個邀請函說 非常感謝大家的批評指教 所有留言這個罵財政部 他沒有罵啊 就是批評財政部的朋友們 都自動獲得了一張入場券 那歡迎大家兩個禮拜之後 到財政部咨詢中心參加協作會議 然後一起把報酬人體做得更好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罵財政部長 你就自動獲得了入場券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 不是解釋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 這樣一個態度 那當然我在底下馬上推文說 這個是政委認真的 那所以他不是另外一個網友而已 他說我們的財政部的專委 楊強金亨 那但是很神奇的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到實際協作會議為止 風向就整個逆轉 就變成有八成的朋友 都在提出非常建設性的批評指教 只有不到兩成的還弱弱的 在說財政部長下台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不是要去對抗那個風向 你是要承承那個風向 然後把它用到有建設性的事情上面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看到卓志云 那他是就是實用者體驗設計師 所謂的誰在乎誰痛苦嘛 就是他特別專業 所以就特別痛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有很多的臉書的朋友 真的就來了 那更多的朋友可能因為不住在台北 或者不想出門 那大家就是透過看直播 然後透過slido留言的方式 來提供我們關於報酬軟體的各種批評指教 那這邊有一些可能大家是學過的 這個叫做user journey嘛 是設計服務設計裡面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工具 他簡單來講就是把服務流程開始之前 我們做哪些事 服務流程之中我們做了哪些事 後面做了哪些事情 使用者的需求 想解決的問題 使用者的情緒等等 去做一個盤點 那在這裡面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說當風向上吹過來的時候 就算有五千個人 他都留同一句話 那其實在這個上面也只不過是一張便利貼 所以你要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那個量是沒有意義的 重點是意見的多元性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如果要尊重網友 把網友當作夥伴的話 他們留言留什麼字 我們就要寫什麼字 好比像說有位朋友說報酬軟體字報多 那他後面跟了很多驚嘆號 那我們可以把驚嘆號拿掉 但是我們就要用字報多 而不是用公務員很常見的 什麼文字超嫌反覆之類之類 就是說因為其實公園都有一個反射動作 就是想要把它打個六折 然後讓長官的高血壓不要這個發作 那但是從網友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摸頭啊 我本來是就是反映我的完整的感受嘛 那為什麼你要把我感受打折呢 所以我就是告訴所有的同仁就是說 那大家留什麼研究留什麼 那好比說有人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我們也要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甚至有一些網友他是直接在質疑我們的設計理念本身 好比像說去年五月的報酬軟體 你抱到某一個程度就會跳出那一區的國稅局的一個娃娃 然後在上面跳上跳下 然後說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驚嘆 對我不知道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娃娃這個在任何其他地方可能你都覺得很可愛 但是在報稅的這個情況下 就有一個朋友尖銳的指出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請不要做任何事情讓他心情試圖讓他變好 他所謂的痛快 痛就快就好了 就是快一點結束 他心情就早一點變好 不要浪費他十秒鐘 試著讓他心情變好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就是在這樣子的 這種挑戰框架的留言 我們就貼到最左邊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要忠於網友的這個訊息 不過呢 畢竟所謂的見面三分情 所以這些乘著風向而來的網友 這個實際到我們辦了五次的協作工作方 當他們看到被他們罵的苟邪領頭的 這個五區國稅局的公務員 官貿網路等等的這個 就是活生生地站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大概都罵不下去了 那所以呢我們大概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把剛剛那些便利貼分門別類的 去把它做成今年的報稅軟體 那今年當然Mac跟Linux是優先試用 那據說好用到很多人去接Mac 或者模擬成Mac來用 那就是因為它的介面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但是重點倒不是它很漂亮 因為只要砸錢 大概都可以設計出漂亮的介面 而是說有上千位的網友覺得 這裡面好像蓋了一座廟一瓦 它就算只是一張便利貼 那也是它幫忙接生的嘛 或它幫忙養的嘛 那所以這個是有96%的朋友用完 是覺得非常的滿意 那即使剩下4%的朋友 也願意說那他們的這些批評指教 我們帶到明年的報稅軟體 那就連Windows的使用者也可以來用這個介面了 所以我想對於風向簡單來講 就是你要就是乘風而起 就是不要逆風高飛 逆風高飛不一定work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22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設計背景的學生學習程式事件不容易的事情 請問請問一張神式邏輯運算示威課程 導入設計系的課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比較建議的方向和具體的做法 這個要看是什麼設計 那像我剛才說的大概都是服務設計 或者整合式設計 或者是這種比較體驗式的設計 那這些朋友們其實稍微會點程式 並沒有什麼壞處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要看你對程式設計的定義有多廣 對我來講 CSS也是一種程式語言 那你如果會CSS的話 你就可以把很醜的東西弄成比較漂亮的東西 那這個思維對很多人來講是蠻可以接受的 那又或者是好比像說 現在很多小孩用Scratch寫程式 那但是Scratch或者是更進階一點 這種操作性的程式節目 像processing這些 對設計人來講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它並不是從頭一個完全空白的一個文字檔 然後讓你開始打關鍵字 它大概都是別人已經寫好的東西 那別人寫好的東西 你稍微蓋幾個參數 那它就可以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去走 那這件事情是讓我們看到說 程式設計它並不是憑空而產生的 它是在一個社群裡面 那每個社群的每一個作品 其實它很多都是CC授權嘛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自由的複製 那所以大部分的就是第一次做程式設計的人 是可以先挑一個他玩起來覺得很好玩的遊戲 或者是在這上面有設計感的一些作品 然後它稍微改動一下裡面的幾個參數 那不知不覺的就學會程式設計了 因為畢竟就是用scratch來寫程式 就跟堆樂高積木一樣 事實上這個lab是由樂高獨家贊助 我不知道有沒有業配的成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它就是讓人不會對程式設計有一種 好像我很容易出錯的那種挫折感 而是就是你大概怎麼樣都不會出錯的 這樣子一個感受 那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是用這種高互動性的 不管是CSS也好 processing也好 或者是就是像scratch也好 大概就是說你一拿到就是會動的東西 稍微改一下就很有成就感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設計背景的朋友 學生設計並沒有什麼困難的部分 那所以這是一個具體的建議 有19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要如何維持自主學習的熱忱跟動力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學習這件事情它必須是 為了某一個了解某件事情的好奇心 但是這個好奇心它大概只能支持一段時間 那當你差不多掌握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好奇心就會開始慢慢減弱 因為你覺得不會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其實就好像這個火箭在升空的時候 需要好幾節booster一樣 所以當你好奇心的booster快要用完的時候 那很可能就要再多加一包補充包 那那個就是所謂的創造力就是creativity 也就是說當你學會了兩種學門 三種學門四種學門的一點點的時候 那其實下一步就可以想說 那我要創造出什麼東西 是之前大家都沒有看過的 那是比較有意思的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空間 好比像說昨天這個場地就是空總社創中心 第三次的迎來了這些外星人就是PEV嘛 就是自駕的三輪車 那據說有許多這邊的同學有參加這樣子的一個計劃 這個就是MIT Media Lab好巧又是同一個Lab的 不過這個不是樂高獨家贊助 Anyway總之是他們做的一家無人車 那這個無人車跟一般的無人車不太一樣 其實它是三輪車而且它跑的 雖然童謠里說跑的快 但是其實跑的很慢 那意思就是說它撞到人撞到東西 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是完全安全的一種自駕車 跟就是影片裡的那種自駕車都不一樣 那所以呢因為有這樣子一種開放式的開放硬體 開放原始碼的無人的三輪車 所以大家的創造力其實就可以盡量的發揮 因為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第一個它是已經有的東西 你不是從頭寫一個 第二個任何人都可以改 你如果覺得這個閃紅燈表示它 這個不知道怎麼判讀狀況 或是怎麼樣你想要改成環形的顯示 反正我上次那個City Mobility Hackathon 我看到很多這個Proposal 就是把它改成各種各樣不同的顯示 甚至狗臉啊 貓臉啊 或怎麼樣啊 這個用各種方法 讓旁邊的人了解這輛車的內部狀態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去改的 又或者說有人把它改成什麼導遊車嗎 就是坐在上面 遊台北 然後它用它當地的 就是這個作者的人的語言 它可能是國外的觀光客 跟它講這個城市的故事啊 或是說你在建國花市買花的時候 它在旁邊一步一去的跟著你 然後你把東西往上面丟 最後還可以騎在上面回家啊 等等就是你可以去想像 各種不同的運用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於這輛車本身的好奇心 可能也許一兩個禮拜就已經被滿足了 但是這個好奇心滿足之後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 去改變我們生活的可能性的創造力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再支撐你 這個學很久的一段時間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碰到新的領域 好比像說你學這個 大概就一定會碰到 所謂的 人工智慧倫理的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時候 你又會跑去學一些倫理學之類 那那個領域又擴大了 那好奇心又可以再支持你 這個一段時間 所以大概就是在好奇跟創造 好奇跟創造 中間不斷地去跨各種不同的領域 這個就可以支撐各種熱忱跟動力 我對於python使用率最近超過C++的看法 怎麼到2018年才超過C++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遲早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已經有點遲了 因為其實我們這種python 這種所謂的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泛用型的腳本語言 其實在我們那時候投入腳本語言研究 大概是2000年前後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很了解到說 其實隨著電腦越來越快 本來就是要學system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這個動機也會越來越弱 那隨著大家這個編譯器技術的這個普及 以及編譯器自動optimize 就是自動優化能力越來越強 其實到最後真正需要下去 學C或者學Assembly的朋友 很可能是越來越少的 那這個是本來就是有定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也表示說投入程式設計 只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 而不是真的想要當程式設計 作為工作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scripting language當然市場就越來越大 因為system programmer 那基本上是要4 time下去寫的嘛 那但是其實大部分人學程式設計 並不是想要當程式設計師 就好像是說你上公民課 或者是通識課學一些法律素養 並不是說你為了要當律師或者立法委員 或者怎麼樣 而只是想要了解一些自己的基本權利嘛 那這樣子的事情其實 跟在程式設計上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會一點程式設計 讓生活過得更輕鬆更容易一點 那但是不表示說要變成專職的程式設計師 所以像python就非常適合 而且如果你要學python的話 那個我通常教別人學python 的其中一個入門叫做siculi 那我覺得siculi真的是還蠻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多少人聽過 又是一個MIT的專案 我好像是專門幫他們打廣告 但是OK好 那siculi它基本上就是 這個看起來就非常容易懂 就是你把桌面上的這個圖示 拖曳到那個圖示去 然後你按兩次這個圖示 然後你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也就是說它的動詞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 你會對你的電腦所做的操作 那但是它的名詞 或者說它的售詞 基本上就是一大堆截圖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完全好比上說 我不知道大家最榮的 最常反覆操作的是什麼 對我常常是操作網路銀行的 這個登錄界面 那當然對各位也許是 我不知道就是選客啊 或者訂車票啊或什麼 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些 平常常常做的很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你按了哪些地方 截圖截圖截圖 然後你就寫完一個python程式 那這個程式以後 你就不用再重複做這件事情了 因為它就是利用電腦視覺 去辨識你的桌面上的這一區 這一區這一區這一區 然後非常快的就幫你自動完成 本來需要手動做的事情 你還甚至可以同時 開好幾個siculi instance 然後就是來灌票啊什麼之類的 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對所以如果這個 大家對程式完全一竅不同 然後又對學python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蠻推薦大家學siculi 那因為這個是一下子就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你完全不用背關鍵字 而且它你花一小時學之後 它保證審理長過一小時的時間 那所以這個是非常 我們叫做chip and cheerful 就是非常簡單 讓人非常開心的一種 城市設計的作用法 有17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除了軟體工程師之外 在各行各業需要具備 何種程度的城市語言能力 其實我覺得像會 剛剛siculi就很好了耶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城市設計 它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在檢視自己的工作流程 然後去執行一個我們叫做職務流程再設計 就是去看說自己的工作裡面 有哪些部分是容的 那容這個英文叫trivial 在資訊科學裡面跟數學裡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就是結構很簡單 那結構很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輸入結構也很簡單 輸出結構也很簡單 中間是高度的重複性 沒有任何需要你的獨特生命經驗 或者人際溝通的部分 簡單來講在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像工具人的那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呢 就很適合交給真正的工具去做 那這個時候 只要保持著檢視自己工作流程裡面 哪些是容得的這個能力 然後學成設計師 學到剛剛好 夠fit進那些能力 那這樣子其實 就可以讓自己的生活變得非常的輕鬆 那話比講話 如果你是一個學校的 教數學小學老師好了 裡面絕大部分可能九成的工作 都是在跟人做互動 在需要自己的獨特的生命經驗 再需要彼此了解溝通價值等等 但是呢 當你在批改 好比想說四則運算的考件的時候 可能就會自己像一台機器 因為任何人來批改 大概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部分就非常適合 學一點點程式設計 那現在有很多這個視覺的這個AI 甚至你用手機這樣掃過去 然後他就批改完了 這個都是現有的東西 那所以可能不是寫程式 而是運用機油的程式庫 然後稍微有點像堆積一样 把它堆起來之後 就讓自己生活中的某一個部分 以後不用再做任務的工作 大概學到這裡 我覺得就已經非常好了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那為什麼選舉不電子化呢 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說 在就是驗票的時候 電子化系統的驗票需要 尤其是選人的時候 需要每一個黨派的候選人 都相信那個黨派的數學家 然後那個黨派的數學家 必須要說服那個黨的人說 這樣子驗票是合乎邏輯的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門檻 因為畢竟 雖然我們如果學這個密碼學 可以了解到說 有什麼zero knowledge proof 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要把它說服到 每一個候選人都能夠聽懂 這個是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才是 是一個社會學問題 這個並不是一個數學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說 那候票公投也許可以引進 一定程度的電子技術 那這個電子技術 倒不一定是在投票 可能是在計票 因為我們像這次的公投 大家排隊可能很辛苦 但是如果有人當選屋人員 可能更辛苦 因為在台北的話 很多就是到半夜才下班 那如果未來有20岸公投的話 那還有沒有人當選屋人員 都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很多的時候 是在想說 那也許我們可以像 國外公投的時候 使用打孔的一個紙片 那可能20岸是在一張長的紙上面 就打20個孔 或者用2B鉛筆畫個20次 那甚至如果對密碼學有興趣的朋友 有一個技術叫做Scan Integrity 就是Scan Integrity 那它就是讓你用2B鉛筆畫了之後 這個銀光筆會露出一些特定的字 那你把這些字記下來之後 就可以回去驗證說 你的這一票真的有被記錄 但是又不會讓你明星受損等等 有一些方法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可以四點投完票 那透過光學驗鈔機的那種技術 那可能4點20就開完票了 那所以我想會讓選務人員的生活 變得比較好一點 那至於排隊的問題 那個其實多設幾個 就是投票所就解決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是接下來 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中選會也有在這方面去做檢討 不過我想就是還是 稍微念一行小字 就是說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不受任何政務委員讀到 以上就是純粹的情書上的建議 所以最後還是以中選會主委的決定為准 然後 OK 那有十點外面問說 請問台灣跟其他國家比較開放政府的程度 處在什麼階段 那開放政府其實 我們現在大概都是用OECD的國際上的一個定義了 就是 它的目的當然是要增進社會各部門的互信 但是它的具體的做法就是透明 就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確保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那參與就是像大家如果對報酬軟體 或對什麼東西不舒服了 那任何不舒服的人都自動獲得一張入場卷 那Accountability這個比較難翻 我現在通常都把它翻成給一個交代 這是最好的一個翻法 那但是在學術上它叫課責機制 那所謂的課責機制的意思就是說 隨時大家對哪件事情的處理覺得好像不太對勁 你就可以找得到正確的承辦人出來跟你交代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這樣處理 那這就包含你之前的意見到底跑哪裡去了等等 的這種政策履歷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accountability 那最後就是所謂的inclusion 就是說擅長用文字的擅長用口語的 擅長用數字的擅長用互動的 各種不同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語言的朋友 都應該有相同的這個揭取的這個權利 而不是說我們只操作前面三個 那就把一些人排除在外 所以這四個就是透明參與 克澤寒容大概就是開放政府的四個支柱 那台灣呢在participation上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領先的 但是這是因為對我們來講 民主還是一個最新的東西 大家還覺得很新鮮 每次都可以試新的東西 例如公投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大家都很願意參與 而且不會只滿足於四年或兩年 才就是上傳三個委員的那種 參與的方法 就是投票嘛 那而是大家很願意做 比如說電子連署 參與式預算等等各種新鮮的民主方式 那這個是很多老牌的民主國家很羨慕的 因為他們每一次問大家有什麼疑慮啊 或者有什麼想法啊 而且大家就覺得說 那這個就是選出來的這些代議室的事情嘛 那所以台灣這種對民主還覺得是一件新東西 很願意參與 這個是大家非常的羨慕的 那舉例來講 像我們Join平台 Join.gov.tw 那就不只是各個縣市有加盟 或者我們行政院 所有的相關的這個預算啊等等就放在上面 甚至連我們監察院都是上面的活躍的使用者 那監察院的參與簡單來講呢 大家可能知道這個監察院就是專門來確保這個我們行政院能夠給出交代的單位嘛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確保我們說我們要做這件事 那他們就用審計的方法來確保說我們事情真的有做到 那但是呢 當行政部門想要試一件新的事情的時候 對審計部來講他就要建立一個審計原則 如果他不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他就會告訴行政院說 那這個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做 或他告訴地方政府說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那所以主計的這些朋友們常常就被 就是行政部門的朋友們覺得說 好像有點在耽誤我們的創新的這個感覺 那但是呢 他們其實也背負著民間社會的壓力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你就是納稅人的錢嘛 不能亂花 那你如果亂花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找審計人員算帳 所以以前他們是里外不是人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但是自從有了開放政府這個參與平台之後呢 每一次他們看到地方政府有一些新的行政作為要發生的時候 好比像說像台北市本來是用庇護工廠的方式去補助特定的NGO 去顧一定數量的生障的朋友們進行就業 但是他們現在想要改成用一塊錢租一個大樓 讓社會企業自己去決定要顧多少生障朋友 等於是將本求利這樣子的情況去就是擴大它的社會影響力 那前面那種補助的方式是非常好審計的 就是你花多少錢創造多少職權 但是後面這個它的效應是不一定的 所以審計起來很困難 那所以在審計部看到這個提案的時候 他就跑到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說 那台北市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請問大家有什麼疑慮 那這個國際很羨慕我們的就是說 通常他們這樣子跑出來問大家有什麼建議啊 有什麼想法啊 能夠來三十個人就已經很多了 但是在台灣審計部這樣問的時候動不動就來個七百人四百人 那所以就表示說大家對於網路參與真的是非常的熱衷 而且會提出各種各樣的疑慮 那審計部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小比莊是剛剛社企大樓的例子 他就把這上百個這個疑慮 全部都分本別類變成九個很具體的問題 然後跑來問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務委員 也就是我啦 然後問說政務委員可不可以對這九個問題給一個交代啊 人民都充滿了疑慮啊 那然後呢我就要想辦法去做功課 幫他們這個解決這九個疑慮 然後確保新的審計原則 然後他就回來跟台北市政府以及廣大的人民說 你看政務委員已經幫大家想出了新的審計原則 如果有問題是他的問題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用新的審計原則來審計大家了 所以呢他們馬上就兩面討好 就是說一方面他也沒有擋住行政部門的創新嘛 還是有創新嘛 二方面他又回應了大家的疑慮嘛 那所有的風險都給政務委員吸收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是這個join平台的廣大的愛用者之一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在非常前面的階段 就是我們的各個不同的部門 當他們用參與式的方式來進行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熱情的響應 那通常是只有出現在新興民主化國家的第一代 才會有這個所謂的新興民主紅利 所以在接下來三十年我想我們要善用這個新興民主紅利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那認為台灣的教育環境有哪一些問題 以及應該如何改善 我在兩年前入閣之前 我是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科法委員 那所以我們的作品就是 《生命國教新課綱》 那即將在明年九月嘛 這個隆重上市 就是會在小一國一跟高一的 就是全國的國民教育去試用 我們所謂的素養導向 而不是以前技能導向的新的課程綱要 那這個是蠻不簡單的 因為中間課程會 大家都知道經歷了非常多的破者 跟許多位的教育部長 但是最後我們在這個選舉前 終於把這個課程會的流程走完了 那在這個中間 不管學生代表 家長代表等等 都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好的一些見解 那這樣子審完的一個課綱 跟過去就是十年前的那個課綱相比 我想最大的一個差異就是說 他讓這個環境不再去強調 個人跟個人中間的競爭力 以前技能導向 分科分流的那個概念是說 他畫了好幾條跑道 那在每個跑道上面 就好像名腔起跑 然後大家會去搶這個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會強調一些個人的競爭力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做了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的基本想法就是說 他七歲進入國民教育 過了十二年十八歲 這個結束國民教育的時候 本來名腔起跑那個跑道 他可能就消失了 或者整合了 整病了 他領域不見了 他整個技能被自動化了 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預言 十二年之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不要再教小孩這種個人 跟個人的競爭力 我們反而要教的是 內心的叫做素養的東西 就是三個碼 自發互動共好 那自發就是剛剛講的好奇心 看到一個東西 不管是什麼學問 那自己就會很自主地去說 那我想要了解 那互動就在過程裡面 有能力去跟不同背景 不同語言 不同文化不同領域的朋友們 交朋友 然後組隊打怪 那然後共好的意思就是說 不把別人當作工具 也不把別人當作工具人 而是把別人當作是有 他自己獨特價值的 但是雙方的價值可以融合成一個 共同的價值 那如果小孩從小就是用這種素養導向的方法來學習 那就有點像是在跑道上面槍起跑的時候 他自己找到他的目標 他就轉個身 然後就跑向自己的方向 他就贏在起跑點上了 因為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認識到的人 就不是跟他一起起跑的這些人 而是別的也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從四面八方跑向同一個地點的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就很自然的會形成一個團隊 或者一個社群 而不會是彼此時間競爭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在國民教育 已經有做這樣子的改善 那當然高等教育也不得不配合 所以我們事實上 最近才三讀通過了學位手語法 那當然有一些就是施行的 就是每個學校調試的年限不一樣 不過因為國教是從小異國以高一 所以至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高一的學生 也要三年嘛 才會碰到大學 所以大學在三年之內調試完就可以了 那調試完之後的大學 也會跟現在大學很不一樣 現在是以學系為本位 意思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雙主修啊 伏系啊 這個轉系啊等等 還是有一些方法啦 但是無論如何 還是以學系為主嘛 然後可能念個四年或五年 然後說時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在新的學位手語法裡面 就比較沒有這個概念 而是說你進來就是以學程 那你想要學某一件事情 花個一年兩年學 你學的時候可能就去應用了 應用的話 你可能發現 你用一下才覺得 我學要學管理學或什麼 那你用回來可能選一個完全不同學系 或者系統裡面根本不同大學的課 甚至透過線上授課 學分也可以到二分之一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能進進出出好幾次 那所以最後拿到的那個學位證書 它就不是像以前什麼什麼系的學士 而是比較像是你玩線上遊戲成就解鎖的一顆技能書 那你就拿著這個技能書 就變成你的畢業證書 那我們學位手法也說 好不像你花六年或七年 做了各種各樣的應用 最後上面有個capstone 這個capstone就是說 你應用了各種不同跨越的指示 你讓旁邊的社會 怎麼樣變得更好 那這個你的project 就是你學的這幾年下來的一個總結 那你拿著這個總結 就可以直接去國外 或者在國內念博士 等於碩士的這個階段 就可以直接跳過了等等 那所以所有這些大概都是讓 學校跟學生的關係 不再是像以前這種畫好跑道的關係 而是每一個學生可以 就是他把學校當作一種資源 然後也甚至把跨系的所有的 這些老師教授們當作夥伴 而不是當作好像是 跑道上面的裁判的這樣一個感覺 所以大概就是往這些方向改善 那不過很具體的改善 當然還要靠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家長 還認為國民教育是特定技能的 競爭力的不要輸在起跑點的 等等的這些想法的話 那可能需要各位幫忙向上管理 就只有我們的上一代 讓他們不要輸在終點上 大概是這樣 那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對岸在這次選舉 在網軍上面操作的看法 這裡講的不知道是太平洋的對岸 還是什麼其他的對岸 我想就是網際網路就是 本身就是境外嘛 所以其實各國都是可以操作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次選舉上面 當然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境外的資金 去打廣告這個是有的 那但是因為目前的選舉發明法就是有這樣子一個漏洞嘛 就是說政治獻金 你是要揭露就是捐款人的國籍嘛 事實上只有本國人可以捐啦 那但是呢其實你如果是幫他打廣告 或者幫他買行銷買操作的話 事實上那個倒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受甚至現金法的影響 那我只要開一家廣告或行銷 或甚至是傳銷公司 那然後接這些國外的單子 那就可以每日每夜的去洗這些訊息 那所以這個漏洞 目前我們已經把它補上的這個條文 就是兩選八法的修正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希望他們可以快點三度通過 那意思就是說 以後跟選舉相關的所有這些行銷操作廣告等等 他都必須簽一個竊節書然後揭露來源 那這個資金來源呢它不能是境外的 它只能是國人自己來買廣告來行銷等等 也就是跟政治現金法是一個相同的密度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盡量不要讓境外的資金來干預 這個公平的境內的這個選舉 所以這件事情倒是用蠻快的速度就已經處理了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政府對於區塊鏈或者加密貨幣的發展 有哪些政策的措施 我想這兩個是兩件事情了 區塊鏈它就是分散式帳本 分散式帳本我們用的倒是蠻多的 那但是我們自己在公務體系裡面 倒還沒有用加密貨幣 所以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樣用分散式帳本呢 大概就是用來很便宜的買一些責信 那這句話怎麼說呢 好比像說 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這個專案叫做空氣盒子 應該也有不少朋友知道 對好那所以我就不多說 那空氣盒子是一個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在立法院院的 比較紅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大概就是各地的朋友們 對於PM2.5 或其他空氣品質都感到相當的關心 那但是環境的客戰呢 又只有少少個的 好像幾十個吧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會覺得 策戰離自己的家太遠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花很便宜的 可能兩三千塊 那就買一個小的空氣盒子 然後就即時的偵測到 不一定非常準 但是大致來講趨勢是不會錯的 的這樣子一種氣候 但是偵測到之後呢 不是只是給自己看 事實上在中原院的這個 陳林志老師的LASS平台 就是讓大家即時的把這些數據上傳 然後呢大家就可以隨時一眼 就可以馬上看到 台灣的這個數位落差的地圖 不是 台灣的那個空氣品質的地圖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朋友們 他不是只是給自己看 很多朋友是買來給他學校 當環境教育的教材 或者是當各種各樣的教材 這件事情其實我在國際上面分享的時候 每次秀到這邊 有這個超過兩千個策戰 這個圖蠻舊的 那尤其是周邊的亞太國家 還有非洲國家的朋友們 都會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說 為什麼你們政府 會允許這樣子的東西出現 在他們的國家 不要說兩千個策戰了 只要到二十個 大概就請去喝茶了 到兩百個大概就要茶水表了 那如果他不願意加入政府的話 明天就被消失了 這個是真的 就是公民科學家 在他們那邊是不會被允許到 他能夠挑戰政府的公信力的 但是在台灣呢 公民科學家因為有完全的言論自由 所以他可以完全的挑戰政府的公信力 那我們在中央政府是保持著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看這個確實是有數位落差 那我們就去把這個所有的大家關心的 但是可能因為人口比較少 或者數位落差比較嚴重的這些點 請環保署去補一萬多個點 但是還是用空氣盒子的這種技術 也加入他們的網絡 但是濕度降生過的 所以會稍微比較精確一點 那我們也請工研員去研究說 能不能用國產的更便宜的精確度更高的 去換掉這些空氣盒子 但是呢無論如何 這個都是一個夥伴關係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就是要求民間 不能夠去發布這些訊息 甚至當公民空氣盒 就是空氣盒子的公民科學家 告訴我們說 他們很希望有這個點的這個觀測的數據 因為這樣子境內跟境外的這個污染源 可以比較好的去理解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公民科學家 大概沒有辦法了 你即使用無人機 他可能很快就沒電了 但是我們可以啊 因為那邊要蓋這個離岸發電機 就是風力發電機嘛 所以我們就是正在調適風力發電機的七月範本 看了沒有之後 每一台風力發電機上面 大概都放一些空氣盒子 因為反正他們不會缺電嘛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可以隨時的監測空氣品質 並且把即時的海峽上的空氣品質 傳回這個網絡裡面 那所以這個呢 其實在聯合國 就是我在許多聯合國場合分享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就是聯合國 大家都同意的 2030年的永續發展目標 17項裡面的第17項嘛 就是全球夥伴關係 我們讓各方都能夠了解到 彼此的資料的可信度 那在中間跨部門的進行合作 而且這樣子做出來的開放式的創新 不是是好像一種殖民的心態 好像只有台灣人可以用 其他人要花大錢來買 而是說所有東西都放在GitHub上 那大家都可以直接下載 那自己配一個Raspberry Pi什麼的 就可以直接加入這個網絡了 所以其實現在全世界都有人加入這個網絡 那但是呢 這個就是很多國際朋友都會問說 那為什麼公民科學家 願意讓你們政府這樣大不過就加入的收割 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是就是會全部都備份到國王中心去 然後用國王中心的高速運算資源 讓所有之前做大起這個模式推測的老師 都可以用相同的資料來進行預測 因為以前大家用不同的資料進行預測的時候 它比較準 你不知道它是模式比較好 還是它的資料比較好 但是現在大家都有相同的資料的時候 模式好不好 就比較分得出來 那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民生公共物聯網 或者CI.台灣.gov.tw 那為什麼環境保護的一些朋友們 環團們會願意他們的數字 被這樣子被國家使用 而且還相信國家不會篡改他們的資料呢 那簡單的答案就是說 其實他們不相信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很感謝這個成功大學的 就是分散式帳本實驗室 用了EOTA這種分散式帳本 所以呢他們證明說 每一次這個 它在上載到國王中心之前 都可以先做一個快照 然後放到分散式帳本去 這樣子的話 國王中心任何時候想要篡改這些數字 那民間的朋友們就會知道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相信政府不會篡改這些數字 其實國王中心 本來就不會篡改大家的數字 但是總之用這種便宜的方法 這個來證明說即使有國王中心 這個超級電腦的算力 都沒有辦法 這個修給大家的數字 想起來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比較相信 在CI台灣上面的這些資料 確實就是如實著反映著大家上傳的資料 那所以最近民生公共互聯網 這個成果展集資料應用競賽才剛結束嘛 那有得名的一個就是團隊叫做AP Buster 就是Air Pollution Buster 那這個團隊所做的事情 就是即時的去看這些空氣盒子 跟環保署的策戰的資料 然後隨時呢在PTT上面去看有沒有人在談論空污 那如果有談論空污的推文的話呢 它會採用這個就是深度學習的方法 去把看起來很八股的官樣文字的新聞稿 變成很鄉民式的語言 然後馬上跑到底下推文 那推文之後呢就會自動附上 點回這個剛剛大家看到這個空污 這個視覺化的這樣子一個超連結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它是可以即時的去回應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60分鐘之內要回應 可是AP Buster做的就是60秒之內 它就自動去推文 等於就是不請自來的一個空污機器人 然後任何人只要討論到關於空污的事情 它就會在底下補上最新的最正確的資料 然後用鄉民可以了解的語言來這個來闡釋 那所以我覺得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我們要怎麼樣面對這個不實訊息嗎 那我剛剛是講真的假的 然後也講了一些台灣市場和這個中心 那但是AP Buster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一個朋友 那他們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把這個數字 然後自動變成這個鄉民可以看得懂的一些語言 所以我是覺得蠻有意思的 是親他的幾個學生的這個作品 好 那所以以上都是在講這個分散式上本 但是完全一個字都沒有講到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我們目前只是要求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把法幣換成加密貨幣把加密貨幣換回法幣的時候 它要跟一般的國外的會對一樣 有相同的洗錢防治的這個交易員的揭露 那這個我想是很明確的今晚會已經講得很清楚 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都沒有什麼限制 所以也導致現在台灣有非常多做這個ICO或者STO等等的朋友們 是based in Taiwan 因為我們都抱持著打不過就加入的這個態度嘛 所以如果你任何想到用加密貨幣的一些應用 是經管會主委還沒有想到的 都非常歡迎到sandbox.org.台灣 那這個是一個網站 在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上百個各種各樣不同的 覺得目前的法規已經過時了 那所以他就來申請這個法規能夠去重新解釋 如果不重新解釋的話 那就用一年的時間來違法 那他可以挑一個範圍 然後違法一年的時間 那在這一年的時間裡面證明整個社會看說 你的版本fork過的這個版本的法規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整個社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的話 那我們就收割你的版本的這個法律變成新的法律 那如果整個社會經過一年覺得這不是一個好主義的話 那我們就感謝你幫大家付了學費 那下一個創新者就可以在大家共享的這個資料裡面 再往下進行創新 而不需要去犯一樣的錯誤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用社會創新來帶領法規創新 那目前已經有好幾個沙盒了 就是今年一月的平台經濟在國發會 就是金融沙盒在經管會 無人載具 大家可能以為在交通部 但其實在經濟部 然後還有就是5G的那個實驗性頻率 還有很多別的沙盒 那未來大概就是說 任何時候你覺得你的版本的法規比較好 不管你在做哪件事情 大概就可以在這邊去申請違法個一年 讓整個社會來看看到底是一個好主義 還是不是一個好主義 那當然這邊我要念一行小字禁語 就是說法務部希望提醒大家 只有資助恐怖分子跟洗錢 兩件事情沒有辦法實驗 我們都知道實驗會有什麼結果 對 所以除了資恐跟洗錢之外 任何其他部會的任何法規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這個沙盒裡面去進行實驗 去挑戰 有18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到底是誰摔死了李鑫 我很坦白地跟各位講這個句 我沒跟 我不知道 那如果有人要劇透或爆雷的話 歡迎使用聊天室來做這件事 那我沒跟這個句 OK 沒追他這個 最新到底演到什麼狀態 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陳氏設計師的身份 對於參政議政的什麼幫助跟什麼影響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助吧 就是說我大部分的時間 不會花在容的事情上面 就是所有的文書作業 所有的表單 所有的 我發現我就是一天在做重複的事情了 我就會寫一支程式把它自動化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對很多公務同仁而言 他們的生活就是浪費在填重複的管考的表單 或者是在重複起不同的歌聲 或者是到不同的系統 或者是說去每個月還要去統計 一些統計報表等等 但是在我們的PETES的這個團隊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裡面 完全都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只要每次一發現說 有某件事情是浪費同仁的青春爆肝做的 好比像說訂便當 對 那這個就是讓人為之青島的青島派骨 這個好像是行政院附近的某一家便當店 Anyway 就是說好比像說 統計這個每天中午要訂哪些便當 這個如果你用一般的科技 好比像說LINE啊或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實際要訂的人就要浪費 就是青春去做這件事情嘛 那所以我們就把行政院附近所有80塊 買得到便當店都派造成真 之後就寫進了這樣一套系統裡面 那每次你登入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的帶入你的名稱 給你最早點的那一種飯 然後並且說價格明顯 所以普遍不符其餘相符 Anyway 那所以總之就是你可以去改變你的order 那每次快要中午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輸出一個 讓人可以很容易去跟店家這個訂餐的 那這套東西就是訂便當 它名字真的就叫訂便當 那 對 它其實就是我們對一位同仁寫的 完全用JavaScript寫 那它完全不用管Single Sign-On 完全不用管這個字案 完全不用管 後端的這個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完全不用管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都是一個叫Sandstorm的平台 就是我們這個共用的平台 幫它處理好的 所以呢 它可以寫一個充滿漏洞的程式 但是它底層所跑的這個 就是setbox environment 也是一個Sharper的這個機制 它是我們的資安處 跟我們就是得過這個defcom 第二名的各個團隊都已經打過半年 已經確保說大概沒有什麼漏洞 的這樣一個資安平台 所以在裡面就可以隨便寫程式 然後來增進大家的生活品質 但是呢又不需要去管這個 這個資安的可能漏洞的問題 所以它事實上是 一方面有自由軟體的那種快速跌代 就是我們每一次看到民間有什麼好的軟體 好比像說Sand MD 它就是我們看到民間有一個叫做Hack MD的東西 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就改了幾行 然後就把它收割進來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公務體系可以用最新最好的民間的創新 但是二方面我們又不用管這個資料 是不是存到國外去了 會不會有個資疑慮 會不會被這個駭客打進來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的內部的這個工作管理 同樣的也是用weekend 它看起來就跟trello一樣 因為它就是超trello的一套這個軟體 然後我們就可以非常快的知道 這個我的同仁們在哪個地方 在做哪些事情等等 那這個東西我們最近又在把它寫一個輸出的程式 讓它自動跟我的日曆接起來之後 每個人的工作表表就可以自動產生了 那或者像說剛剛講在空總那邊 很多人能夠來book我禮拜三的時間嘛 所以他們就寫了一支程式去把我的就是 就是calendar我的日曆 借接到一個在github上面的一個網站 那au.pds.tw 那任何人都可以self-service的 讓我就是在這邊約我的時間 那不過這個最近好像已經爆滿了 但是無論如何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我禮拜三到底看了哪些人 然後線上的行事例長什麼樣子等等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會把一般的行政程序裡面 交給這個爆竿的公務員 在以前是交給爆竿的公共行政替代 但是現在沒有替代議了 爆竿的公務員去做的事情 我們都交給城市做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不是只是讓我的生活品質變好 也是讓所有正在面對類似狀況的 公務員的生活品質變好 因為我們所有這些app 都放在sandstone平台上 你只要有.gov.tw的email 就可以任意的使用 所以我們各地的地方政府 也都辦了一些培訓的課程 所以大概就是參政的部分 那議政的部分 我覺得會不會城市設計到還好 我覺得重點倒是設計 倒不是城市 因為設計思考 你不一定要透過城市設計進來 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設計領域進來 但是設計簡單來講就是設想 就是去找到一個共同的目標 跟計劃 就是去iterate 去deliver的這樣一個planning的過程 那對政策如果有這樣一種 設計思考的想法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比較容易去找到 共同的價值 而比較不會陷入一個 頭痛一頭腳踏一腳的狀況 可是這並不是城市設計的專利 任何領域的設計 只要有設計思考的精神 大概都可以有相同的一個心態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暗網 不過暗網蠻多的 你到底要我講解哪一個暗網呢 對不對 我自己這個平常比較會使用的 大概就只有Tor而已啊 那這個大家真的想要聽我講Tor嗎 Tor是一個匿名通訊的自由軟體 目前這個如果你想要使用Tor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Tor Project 下載一個它已經幫你包裝好的Firefox 然後呢這個Firefox呢 是跟火鍋瀏覽器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但是你透過這個東西所連到的網站 就不會知道你的IP位置 因為你中間會跳過非常多個跳板 那Tor裡面也有很多的服務 是藏在Tor的暗網裡面的意思 就是它不能夠用一般的網站 的網址去連到 而是它是用所謂點Onion的 這樣子一個網域 讓它在這個服務提供者的位置 也不會被揭露 所以就是瀏覽器的IP位置 跟服務提供者的IP位置 兩個都是隱藏的情況下 去進行網路上面的溝通 那這個瀏覽器很特殊的就是 不管你的螢幕解析度是多少 它都會開一個好像800x600 還是1024x768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而且它會警告你不要把它最大化 因為你如果最大化 你就洩漏你的螢幕的大小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讓你不要洩漏 關於你自己的這台電腦上面 裝了什麼字型 有沒有裝Jarer 有沒有裝Flash 你的螢幕的大小 你使用滑鼠的慣用手 沒有這個是我掰的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它盡可能讓你的這個 瀏覽習慣不要被網站所偵測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在一個全匿名的情況 然後跟一些全匿名的服務進行互動 那至於有沒有推薦哪些服務 我這邊就不表示任何意見 我們在有18位朋友們問說 覺得大學應該帶給學生什麼方面的教育 在理想狀況上 什麼樣的人適合就讀大學 什麼樣的人適合高中之後 五專畢業後直接就業 在我理想狀況下 這兩個是彼此不相排除的 首先我們現在已經不用高職這個字了 新課剛用的字叫技術高中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就是高中 而且我們確保技術高中 跟綜合高中 跟一般學術的高中 這個中間的轉嫌是很容易的 我是沒有念過高中 但是我聽我有念過高中的朋友說 這個在以前高一的時候就要分流 那分流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要轉組 或者你要從高級轉到高中 高中到高級 都是很困難的 你在暑假要補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在新課剛設計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設計成 你在就是一轉就是高一去轉職 的這件事情可以盡可能沒有任何負擔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念普通高中一年之後 發現你對某個應用有興趣 你要轉到技術高中 或者反過來 基本上都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表 然後到高二之後 開始就以選修為主了 意思就是現在大學的這種學制 我們提早在高中 再把它辦理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不是因為少子女的話 讓我們多出了很多教室 那所以如果不辦選修的話 反正這些教室也沒有別的方法用 所以就是提早一下選修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達到所謂的 每個學生一個課表這樣的境界 那所以到高三 也就是十八歲的時候 雖然民法上還沒有成年 但選法法上也還沒有 但是這個在新法上已經成年了 所以理論上就是大人了 可以決定自己的這個生活 所以理論上就是 就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好像一定要去念個大學不課 而是可以直接就去 不管是所謂的gap year 就是去撞遊去交換去創業 去做隨便什麼事情 那做了隨便什麼事情 兩年之後 覺得說你需要一些學術的資源 那再回到大學嘛 那這個時候大學 就像剛剛講的 已經調適過了 所以你進大學的時候 也不用被綁在特定的學系 你只是按照你的興趣 去學你要的這個學程 那所以大概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在十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的兩年的時間 就是理論上就是 某些就是刑法上成年 但是明法上還沒成年 的這兩年的時間 可以做更充分的運用 然後又不會讓家長太過擔心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了二十歲或二十二歲 大家覺得大學這個資源是有用的 那就再回到大學來 就比較不要創造出一種 好像大家都要在同一個年紀念大學的 這樣子一種文化 那這個是我對理想狀況的一個描述 那其實這個理想狀況 應該再過三年就會實現了 那反過來前面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大學應該帶給學生 什麼方面的教育呢 我覺得大學它應該是一個 一個地方的 我們叫做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嘛 據說這是USR的標語 就是說那個大學它應該是團結 它的所在的地方附近的所有的資源 然後去幫整個社區去擔任一個 類似像職庫這樣的角色 也就是說你選擇到這個地方念大學 不是只是因為要認識這個大學裡面的教授們 而且也想要認識透過這個大學的網絡 旁邊的這個不管是協會合作社 就是在做地方創生的生態系 在地的這些經濟環境社會等等的這些脈絡 那只有這樣子大家才能夠在大學的過程裡面 是跟社會更緊密的結合 而不是好像都是關在象牙塔裡面 那從大學角度來看 可能也不得不這樣子做啦 就是往終身學習去做 不然的話因為小子是子女化 可能也沒有學生了 所以在某個狀態下來講 大學也不得不去當作地方的智庫 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轉型 那所以我們在明年會有一支叫做地方創生的 一個國家型戰略計劃 那大概就會賦予大學這樣子一個角色 就是地方的智庫跟組織者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所以大家在念大學的時候 也同時可以認識這個大學旁邊的這個社群 有18位朋友們想問說 所以未來是否應該學習一門新語言 很多新型態的語言慢慢誕生 例如Golank或者Swift等等 是否有必要去嘗試接觸新語言 其實大家問我要學什麼城市語言的時候 我都有一個千篇語的回答 就是你的朋友在用什麼這個語言 你就去用什麼語言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語言它就像人類的自然語言一樣 它是在一個社群裡面才發生意義 它大部分不是寫給電腦看的 而是寫給人類看的 那人類在這些這個城市語言社群裡面 創造出來的成品 那大家就可以去不斷的改做 那改做才讓這個城市發生更多的意義嘛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倒是沒有覺得說 你一定要去學新語言 你可以拿一個很古老的語言 好比像說Python Python現在已經變很古老的語言了 那然後呢不斷的在裡面去發揮它的新的社群 好比像說跟AI去接啊 或者是跟機器人去接啊 跟什麼瀏覽器去接啊等等的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當然永遠都存在一群很喜歡學新語言的人 就是每次冒出一個新語言 像Rust啊或什麼 他就會跑去學那個新語言 那這樣子也不錯 所以也有一種竹水草而居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SigPlan 就是專門做城市語言開發的這群朋友 那大概有新語言來的時候 就會好像就是又出了一集新的漫畫 或者是什麼東西一樣 或者新的這個寶可夢出現的時候 就一定要把它學到一個程度去收集 那所以也是有這種城市語言孔 所以如果你看到新語言就去學的話 那你到最後你的社群就是這些 專門學新的城市語言的人 那也不錯 如果這是你的興趣的話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學語言是用來用的 而不是用來就是只是研究語言的 所以如果你是專門研究城市語言的興趣愛好者的話 那歡迎跟我聯絡 因為我也是 那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就是到自己剛好夠用 然後在那個剛好夠用的語言裡面去擴展它的應用的寬度 我覺得是絕大部分時候是比較就是有 有社群比較容易接觸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的一個選擇 有十九位朋友問說 請問童年的霸凌是不是對未來的人生有任何影響 當然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而且大概都是正面的影響 就是說 就是童年的霸凌大概 我主要就是在八歲的時候吧 那那個時候確實是有被霸凌 那但是當時就讓我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當時被霸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是用一個比較成年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學校的互動 所以就像今天把各位放到一個八歲小孩的身體裡 然後放到一群八歲小孩中間 那大家就會有一個就是感覺說 這個好像不屬於我們 好像是一類 那所以在當時我就是有比較抽開一段距離 然後去看說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那麼大的衝突的情緒 那在當時我感覺到就是說會霸凌我的同學 其實他是把他的家長放在他身上的那個成就的期待 然後他的挫折投射到我身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是考第一名 那他的家長就怎麼樣逼他他都考不了第一名 所以他們就是對我相當的有意見 那但是考第一名對我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對他們這麼有意義呢 可能是他們家長灌輸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意識 那他們家長為什麼灌輸這個意識呢 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小時候就學的經驗 就是一種人跟人之間競爭要拼第一名的那種線性的競爭力 那這個後面又是線性的這個經濟 拼經濟或者拼發展的這個思維 那這個後面等等等等 我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就看了很多經濟學和社會學和哲學的書 試著了解說為什麼他們家長灌輸 裡面會有這種很奇怪的這種見解 那所以我覺得這對我有蠻正面的影響 就是說我就比較能夠了解到說 可能這些霸凌這些攻擊這些行動 它其實都是一些怎麼講呢 traumatic trigger 就是說我的存在或者考第一名或怎麼樣 觸發他們一些這個不舒服的部分 而這些不舒服的部分又是結構性的 就人跟人之間拼這個所謂的人跟人之間競爭力造成的 那這就讓我很早就跳脫了這個人跟人之間平靜陣內的這個幻覺 那所以很快的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倒是有蠻正面的一個影響 有一個蠻強的問題 Sora說 推廣開源的困難程度 希望一般課程能夠簡單開源 但是從簡單的Github使用到同學們 高傲的心處都是困難 一般同學沒有能力 但是連Github都不知道怎麼形容程度 然後就算開源了 也就直接把東西上載之後交出去 有能力的同學很多都抱著 有這個上引號自己寫好就好 為什麼要開源或幫助他人下引號這樣自私 而且高傲的心好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位同學 這個就是剛才這個我形容卓資源的時候說 誰在乎誰痛苦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當然你會這樣子寫 就表示你非常的在乎開源的精神 那不過我倒是覺得是還好啦 就是說Github也好 或者是開源的精神也好 它本來就是有餘育之後在分享的東西 其實我們很多做Github上面 或者是我們做CC授權 做這些分享 大部分都是因為它一開始可以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我一開始也不是抱持著說 就是我就是要這個解決這個國語文教學問題的這個精神 所以才開發盟點的 我一開始這個開發盟點 純粹是因為我覺得教育部的國語資源真的是很難用 而且是這個放了一陣子之後 我沒有登入台還要把我登出 那所以就是覺得非常的這個不爽 所以才自己寫了一套這個更好用的東西 那當然後來就發現說 我去把這個台語啊 客語啊這些這個諺語啊這些詞典啊等等東西 這個放上來 那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說 我跟我阿嬤因為她是陸港人嘛 我從小都是講台語 就這個有非常多可以聊天的事情 那所以這也蠻不錯的 那所以這也蠻不錯的 然後我也學了很多這個客家話的這個 四線海魯大埔繞平昭安南四線等等的這些不同的文化和語言 所以可以說盟點越做大概就認識到越多的社群 然後這個好奇心跟創造力都有非常好的這個結合 但是就其原因一開始還是只是因為我覺得教育部的詞典很難用 然後我需要一個更好用的詞典 所以就跟一群朋友一起加起來寫了盟點 所以回來這位朋友的問題就是說 我想重點倒不是說自己寫好就好 本來自己寫好就好就是第一步 就是要先解決自己的問題 那是行有餘力了 然後發現說我自己寫的城市 我如果永遠要自己維護的話 那我就沒有力氣寫新的城市了 有這樣子一種覺悟出現的時候 才會踏入這個開源的腳步 當初我們會發明開源這個字 就是1997年98年的時候 最近那個Tim O'Reilly才剛出了一本書 又講到這個當年的過程 就是希望把比較是人權導向的這個 所謂自由軟體或軟體自由的這種精神 去說服當年的一些大公司 比如說Nescape 然後去說服他們說 其實你不需要透過道德的高度 去要求他去把原始馬分享出來 你可以用一個非常經濟學的角度 就是說如果你不分享出來的話 那永遠就只有你自己要維護了 你如果分享出來的話 別人會幫你維護的這樣子一種角度 那後來Nescape就被說服 轉型成社會企業 那後來就做了Firefox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還是以這個自立的這個動機 所以我想不需要懷抱著 大家都要像你一樣大公無私的這種精神 有時候是所謂的小私有公 就是說你先小小的尺度上 這個照顧到自己的私利 那照顧到之後呢 你心裡覺得說 那這個部分可以公平的分攤出來 讓大家一起吸收維護的成本或風險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說服他加入這個開源的道路 而不需要一定要洗腦他說 這個是開源的這種宗教性 宗教性大概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夠相信 所以就是說助人為快樂之本 當然是我們了解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他還沒有幫助人的經驗的話 你不能逼他去幫助人 因為那樣子大家是不會快樂的 你要創造出一些他幫助自己的過程 你不小心幫助到別人了 然後你就這個去感謝他 那這樣才會發現說 主人真的是快樂之本 大概是這樣 有19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黃牛用程式買光演唱會的門票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這就要看你是在搶票的人 還是你是在駕那個售票亭的人 還是你是那隻黃牛 這三個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我不太確定這個問的人 是用什麼角度在問這件事情 本來這個售票亭的就是買門票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用很多數學方法來 就是好比像說你預先就是發一些token 然後或者是你throttle這些token 確保說你就是固定沒幾秒處理一次 或者是當然現在有很多人說 那你用實名制 可是這個實名制它的就是實名驗證 跟它最後買票是兩階段 有點像是你投票驗身份證跟你該票是兩組不同的人一樣 那這個中心有很多密碼學的方式 可以確保說你在不犧牲隱私的情況下 每個人只能賣到一張票等等 這些大概都是可能各位就是 就是學習專題就可以做的這個程度的事情 所以可能我這邊也不需要說太多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那從這個賣門票的這一端看起來 它有什麼動力去採用這些技術改善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商業判斷的問題 這個倒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所以各位可以把自己帶入賣票的那一個人來想一想 為什麼他要採取這些技術 以及為什麼他不採取這個技術 那這個就跟我們就是電子投票一樣 就是說我們其實中選會前前任主委 早就已經做過各種研究 那哪些能夠採用 哪些不能夠採用 到最後很多是社會學的問題 而不是密碼學的問題 每一次我到一個大學演講 就會看到這樣子一種domain question 就是像指導教授綁架學生畢業證書的問題 不幫我做什麼就不簽名等 是否有改善的方法 那像我去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學校一直脫掉我們的摩托車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那就是簡單來講 我不是domain expert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既不知道中山大學的車管會是怎麼運作的 也不知道 桂肖會知道教授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那一般的談判的這個方式 就是你要有一個betner 就是是一個best alternative strategy 那所以如果對這個談判理論有興趣的話 可以這個看一些談判理論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你要做出一個談判協議最佳替代方案 然後有具有夠有說服力的方式 告訴他說他如果不按照你的方法行動的話 他自己到最後的損失也是滿嚴重的等等 那但是這個具體在你跟教授的權力關係中間 到底要怎麼做到呢 而且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做到呢 那這個說真的不是我的就是沒有domain knowledge的人能夠講的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這個多玩一些這個博弈理論的遊戲 像我有翻譯一個叫信任的演化 就是大家可以一直投幣 然後這個去測試各種不同的 雙方要彼此互相欺騙或者互相合作等等這些策略 那或者是稍微多看一些談判學的理論 那大概就是你代入你實際的參數之後 大概可能可以想得出一些方法來 但是畢竟我沒有念過大學 所以不要期待我有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我其實我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嘛 就是我永遠在大學都是知旁聽嘛 那我根本就不要這個學位嘛 那不要這個學位 我的bet就是跟他簽名不簽名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我的payoff跟他的輸入沒有關係 所以那這個情況下 他當然也沒有對我壞的動機 因為他對我壞我也不會走啊 我只是在這邊去對這個知識感到好奇 然後跟同學討論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我就是在15歲 就是從國中離開之後 我大概馬上就跑去大學蹭課 那蹭課這個老師都沒有趕我走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我還滿願意這個學習的 然後也願意帶動討論風氣 總之對老師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也不需要簽字或者不簽字 甚至也不可能幫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要是變成一種比較對等的同差關係 所以你如果這個是你的banner的話 那你跟老師的談判地位就會變得非常高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你的banner的話 就是你如果還有什麼別的有求於他的話 那可能你的談判策略就沒有辦法直接用我的談判策略 那所以就是不要照照啦 照照照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但是這是我的我的辦法 有些位朋友們問說政府在鄉下與都市之間 如何解決資訊的不對稱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一個國家戰略計劃 叫做地方創生 那明年也就是在十天 就是會有一個叫做地方創生元年 所以我們現在是地方創生零年 那地方創生零年這邊有一份簡報 它特別就是在講台灣的這種人口正在外流 然後人口結構正在凋零 或者是它的地方特色無法凸顯等等的這些區域 那這些區域就是可能這位朋友所問的 到底我們有什麼方法去帶入大家的 就是基礎的數位的智能 那我們的基礎中間建構 目前一句話講就是用網路取代馬路 用網路取代馬路大概就是這幾支計畫 那它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地讓大家看到這些地方 實際的情況 而且如果你辦公的話 那我們要給你足夠好的寬屏環境 讓你能夠跟在大都市辦公一樣 那事實上很可能更快 因為更少人分離的頻寬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會推薦說 就是有更多的公務員 它可能是中央部會的公務員 可是它要認養這些偏向 那很多就是它出生的地方 或它出生的地方的隔壁 那它就可以回去那邊辦公 然後它還是做中央部會的事情 但是呢是在那個地方 讓那邊的人更容易接取到 中央的政策制定的過程 那所以我兩年之前在進入行政院的時候 跟人事行政總處協調 除了他們之前有過的一個函 就是說任何公務員的工作 跟網際網路有關係的時候 不受工作地點跟時間的限制 這個是好像2014年就通過的一個函 非常少人知道更少人用 那我2016年一進來之後 《約法三章》其中的一個工作條件就是這個 就是我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在大家這兩年比較習慣我的存在 因為我辦公室每個人也都是這樣 我們甚至有見習生 這個整個兩個月的時間 全部都在文革華或多倫多 一次都沒有踏入台灣 但他還是我們的intern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公務體系慢慢發現說 這樣子真的是可以減少很多同情的問題 而且也可以增加大家的生活品質 而且如果有小孩或老人 或者是動物要照顧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有更好的照顧的這個方式 那所以呢大家就決定要全面的推行 那當然是在自然等等問題都解決之後 那所以到了明年的話 各個公務員就可以跑到這些不同的地方 還是在做中央的事情 但是呢是提供地方的這些人才跟人 能力支援這是第一步 那之後呢就是會有一個TESAS 就是台灣地方經濟收集分析資料庫 然後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說 這個地方它具體需要哪些網路的 或者是哪些數位經濟的這些介入 那我們導入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概都是用一種社會需求帶動創新的方法 像我們巡迴了那麼多地方 很多地方告訴我們說他們現在最需要的 這個無人載具重新實驗條例 並不是無人車 而是會送貨的無人機 因為他們去一些日常用品啊這些東西 他們就是開車下山再開車上山 就要非常久的時間 或甚至他們是在離島 交通船這個每個禮拜才來一次或兩次 那他們有緊急的情況還要海巡 派這個等於是戰艦 把他們載到澎湖或載到本島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人機可以說是 不是只是nice to have 而是must have 那所以對於這些地方 我們就會把5G的頻段 跟無人機的這個 目前還不是合法的運用 因為它非到目視距離之外嘛 這些東西透過實驗計劃的方式 就一開始就鬆放 那就讓他們的一些物資的運送 而且在偏向或離島 也比較不容易掉下來撞到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盡快的去建立 對於他們的這樣子一個物流的支援鏈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支援鏈 所以整個目的就是說 讓你可以透過網路 就參與到這個知識生產 或者是意義生產的工作裡面 但是呢 又可以透過像無人在去等等的方式 讓生活的便利性不被犧牲掉 那只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把人就是 留回這些需要創生的地方 然後再進一步去找到這個地方的 所謂的DNA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我的口才能力是怎麼樣培養的 我從入歌之後 大概每個禮拜就演講五次左右 幾乎每天都有平均一場演講 就像這種 那然後所以大家提的問題呢 我最感興趣的其實 倒不是我提供的回答 而是大家最近關注什麼事情 那每次大家問一個問題 我如果一下子講不出答案 我就會回去告訴各部會的同仁說 今天我被問倒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一個網頁來解決大家的這個問題呢 那他們就會趕快便出一個網站來給我 那所以我在下一次也講的時候 別人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可以說 你對AI台灣有興趣 你只要Google AI空白台灣 你就可以到我們的一戰式AI台灣網頁 裡面有所有關於台灣的這個AI的計畫 一戰式的說明 各部會的朋友們都上來填寫了 那就是非常棒 那但是這個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我有一次被問倒了 就是我在那邊當場Google 然後就發現說 尤其是英文的資料 因為那一場是英文演講 英文資料分散在經濟部 科技部 然後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 然後沒有一個一戰式的網頁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在我們吳振仲老師政委的這個同意之下 我們就跟外交部借了這個台灣.gov.tw的網域 那這個網域的好處就是任何部會都不會覺得被收割 因為大家是共用一個網域嘛 那所以他們都很願意就是各自的填寫 但是被匯總到這樣子一個網站上 所以每次有人問我說 那民生公共物聯網怎麼樣 我現在就可以說 你去到ci.taiwan.gov.tw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群眾智慧 civil IoT 或者說collective intelligence等等的這些事情 或者說如果有朋友關心 那我們這個生意推動方案發展怎麼樣 就可以到bio.taiwan.gov.tw 那有一些做醫材的朋友們說 那你知道不行啊 bio只有生物的意思啊 沒有醫學的意思啊 那所以如果去那些場合 就是那些大學的話 我就會開biomed.taiwan.gov.tw 它是同一個網頁 只是網域不一樣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 因為網域不要錢嘛 所以大家覺得用什麼名稱 很好我就用那個名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不斷的去回答大家 對這個Smart Taiwan 對智慧國家 台灣政府有什麼最新的 可能就會有個Smart.taiwan.gov.tw 就會冒出來 所以大概簡單的來講 就是每一次我被問到的時候 就會冒出一個看起來版型 就很可疑 因為都一樣的這個網站 但是它的內容就是 各不會填包上來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口才 一方面是靠大家的提問 但是二方面也是 每次我被問到的時候 就有人幫我 就是開一個補充包 然後我就又可以開一個 網站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到底什麼是國民義務教育呢 義務教育大學 以及碩士教學的核心在哪裡 我們應該接受這樣的教育嗎 亦或是自己的孩子 我是沒有完成國民義務教育 所以這個問題問我好像不是很準 因為我到國二就沒有去學校了 那我在國二我記得當時是我14歲 1995年的時候 那當時我就跑去找我的校長 然後去說這個校長 你這個之前呢 希望我來學校啊 做科展啊 取得保送資格啊 這個要念很好的高中 大學考GRE到國外 的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我對可能認知科學 或者網路社會學 或者這些AI什麼東西有興趣嘛 所以之前校長 哄我的方式都是說 你就乖乖地完成這些 你就可以到國外的頂尖的 你景仰的某某教授的研究師啊 就可以被他收當研究生啊 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做research了啊 那你如果不念完的話呢 他是不會認識你啊等等啊 那但是呢 這個後來我就跑去找校長說 可是我發現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全球資訊網 那時候才剛發明不久 那我所景仰的那些教授 他們甚至發到期刊以前的 那個peer review 就是還在同裁審閱的論文 他們都免費的無償的放到 archive.org的這樣子一個網站上面 所以我在上面直接下載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成果了 而且我就跟校長說 我前幾天才跟某一位教授 看到他論文裡面寫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寫了Email告訴他說 你論文搞錯了 那然後呢 雖然我花了很久 因為我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呢那一位教授呢 既沒有管我只有14歲 因為其實隔著螢幕 他也不知道我只有14歲 而且他也不知道我英文不太好 後來很久才寫完那一封信 那他就就是論事的來回答我 對於他的論文的批評指教 而且甚至還用漢語拼音來回答我 原來他會中文 所以我字典都白查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都跟校長說 那你就紅文那一套 就顯然就已經破產了 因為就有一個捷徑 我只要寫一篇論文 我只要寫一篇Email 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寫論文 那事實上後來 我們也有一起發論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好像不需要再接受這些教育 所以校長就很有耐心的 聽我講了大概20分鐘 然後他就說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所以是一個非常講道理的校長 然後他從那一天開始 就幫我滿著教育局 教育局讀學問的時候 他就說都有來 都有來 但事實上都沒有 所以因為當時還是沒有實驗教育 只有一路教育 所以在我之後的那一屆 其實慢慢就開始有實驗教育 一開始自在特定的幾個城市 就是桃園啊台北啊新北啊 那但是到現在 其實我們實驗教育三法 已經是全亞洲最先進的 其實高達10%的台灣的學生 可以用實驗教育的方法 自己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方式學習 不需要受到課綱的約束 而且他們跟所有同樣年齡的學生 享有同樣的權利 在我那個年代要考什麼同等學歷 還要等兩年嘛 所有現在這些歧視性的東西 都已經修掉了 所以基本上 你要不要接受義務教育 所有我們說的國民教育 完全是你的選擇 你如果覺得說 你只要用一部分的體制教育 或者是你都不要體制教育 你要用個人的團體的等等的 這種實驗性的學習的方法 你只要把自己的學習的歷程 這個構想書寫出來 然後你的縣市的這個實驗教育的審議委員會 看過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任何方式去進行實驗教育 台灣這一方面是非常先進的 那事實上 我們在做十二年國家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就是看過去十年 所有台灣的實驗教育 那些實驗失敗的 那實驗不一定都成功 有些真的很不成功 那那些失敗的 我們確保說課綱你不要寫那些東西 那些實驗成功的自發互動共好 這些素養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收割進來 所以基本上 實驗教育跟慣性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 它是有一個好像是 就是research跟development 就是研究跟開發中間的關係 這些研究的 它不一定都成功 但是實施出來 真的適合台灣國情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拿進來 變成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那我們在這次的課法會 特別也把實際設定 校定必修、校定選修的這些權利 下放到了每一個國民教育的 學校的課法會 所以他們現在都有非常多的空間 去開 我就已經知道有很多學校 開電競專班了 那但是就是 除了電競專班之外 還有什麼哲學啊 或者什麼 反正就是課綱裡沒有的啦 他都可以自己去開 說是我的學校的特色課程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接下來大家在念國民教育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以前實驗教育的那種 不需要等到第八節 也不需要等到社團 就可以進入這個特色課程的部分 你只要跟你的學校的課法會 一起開發課程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核心 回到這個核心 就是說是一個參與式的課程開發 是整個社區跟這個社區裡面的 這些國民教育的工作者一起去想說 那我們接下來需要怎麼樣子的教學的方法 那這個老師就不是好像他給出標準答案的角色 而是比較像slido這樣子 就是由大家來決定想要討論的學習的方向 那我只是就是跟著大家一起學習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有17位學生問說台灣的5G發展的如何 台灣的5G還沒有這個開始部件 那但是其實全世界的5G也都還在測試而已 5G大家知道其實是有各種不同的使用的情境 它是有就是需要非常多頻寬的 非常高的速度的 非常低的延遲的 非常多的點一起連結的 跟非常低耗能的 各種不同的應用情境的一個大平盤 那所以呢 目前在5G的應用場域裡面 有些是真的非常需要5G 沒有5G大概做不到的 好比像說自駕車 它要及時的車子對路 車子對車子去用非常低的延遲去交換高頻寬的資訊 那如果沒有5G 它大概沒有辦法用現有的任何技術去做到 那這個是must have 但是有一些只是good to have 好比像說4K 8K影音 你如果沒有5G 那你就是拉一條光線到那邊去 大概也就是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台灣在5G上面的應用 就跟各國一樣 我們目前是採取一個 就是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用那個地方的實際需要的應用 來開實驗室的頻譜 然後讓大家用5G的某一個部分 來測試5G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合用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沙盒的概念 那我們會接下來在台灣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是上百個 各個不同的5G垂直應用實證場域 它們可能用的是類似的頻段 甚至相同的頻段 但是因為它在空間上面有隔開來 所以每一個可以去測試一個不同的用法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的用法之一 就是好比像說 擴增虛擬實境的這個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 唐宏是VRVR再VR 就是任何時候能夠使用VRVR 就不會去實際搭飛機出席 那所以像我們在5G的策略會議的時候 有聽到一個實例就是說 是開怪手的這個職業工作者 那他開怪手從一個工地 趕到另外一個工地 他有很高的交通成本 那所以呢他們現在在研究的方法 就是說在一個現有的怪手上面 裝一些很簡單的遠距離控制器跟攝影器 那他們這個怪手的操作者 就可以在冷氣房裡面 在一個中央控制大樓裡面 很快的開一台怪手 然後再開另外一台怪手 再開另外一台怪手 這三台怪手在不同的地方 那第一個這個比較安全 如果發生什麼工業的這個意外的話 那這個人是沒事的 只有怪手壞掉而已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這個就非常容易累積 所謂的機器學習的這個資料 因為你要在每一個單獨的怪手上面 去Capture它的現場判斷 事實上是很貴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所有的資訊都集中到這個控制的機房 然後你再就是錄下這個怪手操作者 他的現場的判斷的話 那你很快就可以訓練出一個機器學徒 幫他就是考慮一些就是副駕駛 這個大家在很多這個開機器人的日本動漫裡面 都已經看過這些系統 我就不多說了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培育出這種就是機器這種 MECA這種東西來這樣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應用 可能是因為第一個我很喜歡VR 第二個我小時候看了很多這種卡通的關係 那但是功課機動隊啊或者EVA啊這類的 對那但是呢就是即使是不是這種應用 那剛剛講的就是自駕車這些 大概也是非5G不可 所以我們現在會在很多全身應用場面 看到對5G的這些測試 那在其他的部分當然會有很多我現在沒有想像到的應用 物聯網的大規模的這個同時連結的等等這些應用 那同樣的他們也可以申請一年的時間 包含這個他的營業模式等等 都可以去用這個實驗性的頻率去進行應用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對5G的具體做法 就是權力支持絕不主導 跟之前的通訊協定 某些特定通訊協定不一樣 這次這個興趣人不會出來說這個你只能做哪個 哪些重點應用 而是大家願意在某個地區小規模的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全力支持這件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的態度吧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平常都幾點睡覺 我每天大概都要睡到8個小時 所以大概都是很準時 就是0點就是12點就睡 然後睡到8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問了嗎 我就是要回答這個就是accountability的意義 OK好 有20位朋友問說如果想要精通某種程式語言 需要不斷的練習 那麼有什麼方法是最有效率的 這個剛好跟上一個問題是同一個答案 就是練習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夠8個小時 這個是有科學實證的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睡夠的話 那短期記憶是沒有辦法完整的寫回長期記憶 所以練習就百練了 就這個是真的 就是說如果你熬夜啊或怎麼樣那都OK 但是你平均起來你那個睡眠必須要站到你前面醒著的這個時間的一半 就是說你醒16個小時要睡8個小時 但是如果你的一天的週期是25或者36或者48或72小時 那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那不然的話就是寫在暫存記憶體裡面這些東西其實是寫不會硬碟的 那所以你就白練習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讓你的不斷練習影響到充足的睡眠 那另外就是說那什麼東西可以支持你不斷的去練習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一個已經很公開的大家都在用的一個計畫裡面去進行貢獻 好比像說在改為幾百科的時候 常常一個人就會有一種我改一個字就上百萬人看到等等的 這種非常高的社會影響力的一種幻覺真的 對或者是說如果改到Linux kernel 你就會覺得說全世界的這個機器都在我掌握之中的這種幻覺 這也是真的啊等等 所以簡單來講說你挑一個impact越大的一個project去加入 那越會有一種好像這個真的是就是影響到整個世界的這個感覺 那只要有這個感覺其實這個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權利益啊 這個是非常會讓人上癮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了解到自己的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的可能性的時候 其實就很容易去支持你 因為像我之前只是寫一個簡單的開放緣碼的這個就是簡反轉換的這樣子一個城市 那我記得那是我在pearl的這個圈子裡面就是最早發布的東西之一 那我發布上去之後我就一天到晚接到感謝信 就是我以前都指紋齊名的一些像什麼BBC啊 什麼這個CNN啊 什麼美國之音啊 什麼這些都寫感謝信來 說非常感謝你寫了這個東西 讓我們簡體中文跟法體中文們不用養兩組人來更新 因為我是連常用詞彙都會幫忙去進行轉換的 那當然大部分寫感謝函就是要我再多寫一些東西吧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我就了解到說原來全世界的人都在用我寫的這支城市 那這樣子就會有非常大的這個主觀的動機去繼續做下去 所以如果你在用一些別人的貢獻的話 偶爾也可以多寫一些感謝函 這樣子就可以讓他們更有動力去不斷的這些練習 有20位的朋友們問說政府有沒有在監督網路上面的言論 如果你在Facebook開地球也就是如果Google看得到的話 那我們也看得到絕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公開的網路上面 就是所有Google看得到的地方 那像我基本上用Facebook的方法就是完全只用關係 關鍵字檢索就是因為我有裝一個外掛 叫做Newsfeed Eradicator 各位不管是用Chrome用Firefox或者用Safari的 都非常歡迎大家裝這個 好像也有那個手機的版本 那這個外掛非常的簡單 當你裝上去之後呢 它就把你的Facebook的牆面直接換成一句名人的歌言 像這個是阿德勒 就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這個有規律的心靈裡面才能夠達到隨便 那聽起來就很勵直 那如果你也可以自己這個建入這些勵直格言 那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15萬人在使用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就有點像一個心靈護盾 就是說你的Facebook的使用上面其實有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就是不出所料的部分 就是說你看到一個活動 你點進那個活動 那你看到一個你的朋友 你關心這個朋友的境況 你加入一個社群 點進那個社群 你看到一場直播 點開這個直播 看到Messenger亮起來 你跟人開始一場對話 大概都是你點下去的時候 已經大概自己心裡知道會看到什麼東西 但Facebook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出乎意料的部分 就是這個牆面嘛 那這個牆面它會有非常複雜的演算法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AI 那這個AI跟你的關係呢 它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它存在的目的 就是讓你花更多時間在Facebook上 它沒有什麼別的生命的意義 那但是呢它很需要你因此 那但是你並沒有很需要它 所以這是一個寄生的關係 那所以你跟這個寄生的AI呢 它的被就是餵養的東西 就是你按了什麼東西在 你在什麼東西上面停留多久等等 那它的output就是說 盡可能的讓你在Facebook上面停久一點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我不需要花時間 去跟這樣子的一種寄生式的AI相處了 所以我這幾年來都一直是裝了這一套東西 所以我每次在Facebook上面的時候 我就是完全沒有同文層的問題 因為我的同文層就是一句格言 這樣子而已 那但是呢我如果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好比像說我們最近在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我可能就打社會創新 然後就會看到說最近24小時裡面 Facebook上面所有在講社會創新的人 現在在講什麼 或是說我們現在要辦某個活動 好比像說之前辦明日亞洲 未來會辦啟動亞洲 就是一個社系高峰會嘛 或者是說我前幾天在辦明生公共物聯網 那我就會打這個關鍵字 或這個hashtag 然後看看整個Facebook上面 到底大家正在聊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 並不是所謂唐鳳的大數據 因為這個 並不是我專用的 任何人只要打到search Facebook 這個地方 也都可以去看到所有的開地球的 提到這件事情的 只是說 這是我唯一接觸Facebook的界面 就是把它當作搜尋引擎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就是我就絕對不會有上癮的這個情況 因為我每一次都是一個well intentioned 就是我已經想到要做一件事情 再去做一件事情 再看到結果 我永遠不會有一種 好像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每次都就是驚奇蛋的樣子 不知道會滑到什麼東西的這個多巴胺循環 那基本上Facebook就是key進這個多巴胺循環 然後讓大家又不得不這個 有一段時間就得按一下讚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衝動 那所以像我在這種長時間的演講 就是兩個小時的演講 其實現在兩個小時快過去了 那為什麼我會用slido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會跟大家搶這個手機的注意力 這是搶不過的 所以一開始要大家掃QR Code 基本上就是把各位的手機徵收過來 那徵收過來之後呢 就是每次長的演講 可能大概到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其實包含我自己在內 之前都會有一種 好像非找點什麼東西來按讚不可的那種衝動 就是手就會開始發抖這樣子 如果一個小時不讓人按讚的話 很可能就會有階段症狀就會出現 那所以slido的目的就是說 讓大家滿足可以按什麼東西讚的衝動 但是這個衝動是對演講是有益的 那或者是說 讓大家有一個非留言不可的衝動 那但是這個衝動是它能夠變成 讓大家按讚的一個社會的一個討論的標的 所以總之就是讓大家的注意力 還是能夠放在彼此身上 但是又能夠滿足這種引頭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Social Technology 就是社會性的技術 那這些技術其實只要是讓人跟人之間 注意力更放在彼此身上 我覺得就是好的 那如果是讓人跟人之間各自陷入自己的世界裡面的話 那當然對社會的這個溝通就沒有什麼幫助 有十位朋友們 有二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台灣學子到了高等教育 還是有絕大部分人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想要請問講是 台灣的教育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不過我覺得 就是教育的目的 並不是讓學生去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我覺得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那個就是靠內心的這個好奇心跟創造力去決定的 大概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教育情境 能夠幫大家決定這件事情 那一個教育情境能夠做的是 不要扼殺大家的創造力跟好奇心 因為小孩本來剛出生就是充滿創造力跟好奇心的 那旁邊的大人 他當然可以用各種方式去扼殺掉他的創造力跟好奇心 你知道不斷說這個不準 那個不可以做 這個你長大了就會知道 等等的這種方式 大概就可以扼殺掉好奇心了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其實就是創造一個支持系統 讓大家在試新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完全沒有成本 那這個成本就包含是資源的成本 時間的成本 然後或者是風險的成本等等 簡單來講就是說 創造一些安全的環境 大家不管試什麼東西 都會被鼓勵說 那你試到一個程度 然後呢去分享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你學到了什麼 而不是說好像就必須自己悶著頭 投入大量的成本 然後如果這個試不出來 還會這個顏面無光等等 就是我們把舊的這些社會獎賞的這些系統 把它變成是用來獎賞創新 而不是用來獎賞聽話的 觀想海闊 那所以我想台灣的教育之前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 它把這個維持社會秩序的工作 跟就是促進大家創造力跟好奇心的工作 放在同一個教學現場 等於你兩個要兼顧了 那但是隨著就是 老師在台上講 台下大家無聊如何就是會滑手機 這個校園裡面的權力關係的改變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老師都已經學習到說 沒有了我只是比大家先對這件事情感興趣而已 但是大家要做什麼還是大家的自由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反而讓教學工作者可以變得比較active 然後也比較真的能夠回應到大家的需求 所以未來就可以是透過大家而來臨 而不是好像是說老師要指出一個未來給大家去遵循 這一套由上而下的大概就不太work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具體的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老師自己本身也維持著一個 終身的學習跟創造的這樣一種熱情 而且可以對在地的這個生活脈絡去進行 就是直接的貢獻 對於少子的話造成的大學倒閉潮 政府需要怎麼因應 當然一部分就是說把大學的這個audience 把它加廣加深 那不管是終身學習 或者是剛剛講的就是新的學位受違法 可以進進出做好幾次大學 或者是大學變成地方的智庫USR 現在搞到高校生根了等等的這些方式 大概都是把大學的意義把它多角化經營 那在這個多角化的過程裡面去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 而不完全只是以前現新的這種學術價值 那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 在新的學位受違法之後 大學自己就要開始進行調適 越能夠去用學程 越能夠跟社會結合 越能夠去用這種capstone 就是造成實際的創造影響力的方式 來跟小孩一起學習 跟學生一起學習 而不是去教學生的大學 那就越能夠因應這一波少子女化 那如果越不這樣做 就越難以因應這一波少子女化 到最後很可能還是有大家自己 就是用交投票來決定哪些大學還會存在 這樣子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要怎麼樣能夠成為我們的實習生 我們每年在暑假的時候 都會在一個叫做REACH求職網 這個是應該是清發署款的一個計畫 教育部青年署REACH求職網 這邊會PO出我們的職缺 那我們每一年大概都收40位左右的實習生 那在今年是體檢政府的行動版的網站 在去年是體檢政府的網站在Chromium跟Safari 這兩個瀏覽器上面的 就是所謂的IE不能動的問題去加以解決 那這個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們真的是去看了所有的中央部會 所有的508個網站 那即使你完全不會CSS JavaScript HTML 你還是可以來 因為我們有三分之二的見習生 他基本上只是需要找出問題 他不需要解決問題 那具體的要解決問題 也是另外三分之一會 HTML CSS JavaScript的朋友 那這些朋友拿出找的問題 然後修好很多時候只要改兩三項 然後就帶著禮物去送給各部會 所以各部會就會覺得說 青年不是來找茶的 而是帶著禮物來的 那無形之中也變成就是 大家對於青年的印象會變得非常好 那很多參加這些見習的朋友 接下來就跟他所幫忙 debug過的機關 開始有更多的互動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對互信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今年還沒有很確定說 我們要用群眾智慧的模式做什麼事情 那也有一個可能是 我們現在所謂雙語國家 所以我們去看所有的對外的這些 英語的英文的這些網站 到底是不是跟中文的有所符合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反正在接近暑假的時候 可以關注REACH職場體驗網 大概就可以看到 我們開出來的實習的缺了 那有16位朋友們問說 常常使用套件 或者套件生成的程式嗎 例如Python的撰寫 常常伴隨大量的套件 也常被笑說 Python是一般沒有程式接觸的人在學的 套件的方便性有目共睹 資工德老師也說過 上以後不要重造論子 下以後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 使用套件這件事情 那我的具體的回答就是 平常心 就是抱持著平常心來看這件事情 使用套件是一個太平常也不過的事情 大概就是抱持著這種態度就可以了 有16位朋友們問說 唐鳳老師小時候就在學程式語言 那以前到底是怎麼學的呢 我最早就是拿一個Basic的教科書 當時還沒有電腦 然後我就在紙上自己畫鍵盤 然後自己模擬電腦 會給出什麼樣子的答案 然後每天醒來就按C LOS 然後再拿個像披薩把東西都擦掉 大概從小就是這樣學的 所以所謂的運算思維 就是你不需要電腦 也可以學會電腦怎麼想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子來的 不過當然我那樣沒有多久 其實我爸媽就看我可憐 就買了個人電腦 所以從一開始 我就是覺得電腦其實就是來輔助計算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八歲的時候 對數學非常有興趣 但是對於算數非常沒有興趣 那所以每次就是出現場出發 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就當機 所以我當時就是看到Basic語言 就覺得真的太棒了 因為它可以讓我繼續學數學 但是卻不需要做算數的部分 所有容的部分都可以交給電腦去做 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是把電腦 當作是一個就是節省力氣的東西 所謂Steve Jobs所謂心靈的腳踏車 意思就是說方向跟那個動力 還是你自己在給 那它只是加速你往那個方向的一個動力而已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學習 有時就會被我們問說有了新的教育方案 但師資的部分很多 他們自己在受師範教育的時候 還是以傳統觀念教導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 所以大家不要對老師們放棄希望 老師們也是非常這個active的 在我們新課程推動的過程裡面 透過共同悲課 透過共同觀課 透過線上的教學社群 透過這個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視教 然後透過這個老師的再次的進修等等 其實非常多的老師 尤其是一些以前比較偏門 現在看起來比較重要 像公民老師等等這些朋友們 他們都充滿了組織的熱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老師們也很期待新課綱 因為新課綱是讓學校的課發會的功能 像以前是所謂的剛性課綱 就是說它是非常不可撼動的 老師只是教育局以及就是國教院以前的國立編譯館的執行單位而已 但是現在的新的課綱是要求每個老師發揮創造力 要創造出自己的一套教材教法 那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從頭去將創造教材教法的 所以就像Scratch那種社群在線上就慢慢的就冒出來 就是所有正在面臨同一個困難的問題的老師們 就會組成自救會 然後在這個自救會裡面不斷的分享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因應這個新課綱 那所以新課綱因為延後一年上路 所以其實以我所接到的訊息很多老師在小異國異高異的老師都覺得說 他們真的已經在那個社群裡面已經混到一個還不錯的一個狀態 他們也很想要就具體開始試試看這樣子一種新的教材教法 所以我是蠻樂觀的 那我想具體改善的方法就是 你覺得我參加你的所在地的國民教育的課罰會 那是救會朋友們想要我報名牌啊 說這個最近股票跌很多 台股有沒有什麼好公司可以入手 那這個我作為公務員 我是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的非常抱歉 那我之前也從來沒有投資過股票 那之前可能大家有聽過說我一小時一個比特幣 可是那個是從比特幣相當於一個比特幣相當於三千台幣的時候 我就對外面這樣講了 然後那時候也簽約的時候沒有人能夠處理比特幣 所以都是換法幣給我 那六千台幣的時候也簽了約 那時候是跟蘋果六千六的時候 然後一萬二的時候也簽過一次約 然後快到兩萬的時候我就到就是那個工作了 所以事實上我並沒有真的收過比特幣 我就是不管他什麼時候跟我簽約 比特幣對法幣是那個價格 他就會用那個價格算實行給我 所以在有一陣子比特幣在第一波狂漲的時候 有一個我的客戶說還好他簽約簽得早 不然損失慘重 但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事實上並沒有人真的會比特幣給我過 我也沒有超過比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推薦給大家 不管是幣圈還是股市圈的名牌 因為我就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台灣要費核能啊 這是不是反核的人都不吹冷氣 因為我的理解不管對於核能 核子能科學有什麼態度 大概都是會使用空調的 這個是不相干的事情 那大家對於核能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因為時間已經不是很夠了 但是很推薦大家有空看一下 能源局辦的這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裡面有各個不同的分場 各個不同的朋友們 從預備會議工作小組 資訊公開電力失算等等的非常多的資料 跟具體的想法 怎麼樣去把它變成 就是台灣的能源轉型的這個機制 那所以包含所有的參考背景 常用能源統計 所有的這些資訊都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去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 真的可以稍微看一看 那如果各位在場是有對核子能研究有興趣的 我自己也覺得說很值得投入所謂的核廢料發電 就是下一代發電廠 因為它不但可以解決核廢料問題 也可以解決就是核擴散問題 然後它也可以解決現在大家最擔心的一些安全問題等等 所以基本上這些大概都沒有人反對 所以應該研究往大家整個社會覺得越來越安全的這個方法去走 那當然在每一個階段 這個社會會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你很難改變別人的觀念 但是可以透過像這樣子的比較和平的對話 來改變彼此的感受 然後更就事論事的來達到一些一致的見解了 那至於爭執是不是吹冷氣 我覺得對於改變大家的感受可能沒有什麼幫助 好 那所以今天大概就這樣子 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好的問問 謝謝 謝謝